差不多了,下次要有人等 好了,我们开始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就继续在下面留言 我们今天就是谈股市、楼市和市场 首先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同事 有嘉宾 大家好,我是Pictor 他做了10多年了 大家同一个公司 他全方位的投资经验丰富很多 他本身做一些基金 以及基金经理 又做一些财务管理和财务策 这方面是很擅长的 今天他负责楼市的部分 很多经验他就会带给我们 那我希望今天的内容就很丰富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了 一开始其实 我已经在弄了PowerPoint的时候 就弄了一个图子出来 有一个楼梯的 其实是有意思的 因为楼梯我们其实 最初现在 就是可能一些 一些投资者 其实是一些新手 那就一步一步 知道一些基本的知识 以及一些基本的技术的指标 那就一步一步慢慢去学 因为其实我也不想 最初给到大家的感觉就是 我给个数据 或者我给一些方向 大家去跟 或者是一些很盲目的去跟 因为其实最近就会 特别是发觉 其实这样的方法是不合理的 那慢慢就开始 开始换到自己 其实最初的初心和初衷是如何 那开始讲一讲 是的 回顾回 9月18日第一日开关的 那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 在9月中的跌浪的中段 那时候其实我预计 所以市场就会跌到23,300点 到23,400点的水平 那你知道 其实我是有一套系统 去预计这个转值日和预计这个水平的 那其实那个水平和那个转值日数 其实都基本上是大致上是符合好的 那当时我真的在9月18日 就是在那个跌市中段的时候 那已经是预计到9月底的时候 是可以进入货 以及都推介了一些过股 那其实之后 就是可能一开始 入group的人 就会看到 其实我都推介了大概19 是的 那就是28号的时候 都出了这些问题 那其实我现在出品 那个 货物情価就没有以前 因为开了group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在聊天室那里 就说了很多自己的分析 和自己的意见 那其实都不需要说 就是很大蝙蝠地 每天这样的出文 那现在的惯性都是一个 一个星期一篇 那这一篇呢 其实就是说回我刚刚之前说过的 就是说可能那个低位 就会再低一点 那就是23,100到23,300 那其实主要都是说 其实我那时候就会推介一些股票 比如银河 有邦 小米 和美团 那 腾讯 和阿里巴巴 那其实我们现在先开 那个web site 看看那个 就是股票的走势先 那这边 那这里大家看不看到 其实 因为我怕呢 就是转了过来之后 大家可能看不到 如果看到的话 可以 就是留个言 看不看到 转了那个画面 看不看到转了画面 大家 在这 他应该是在离开 所以 看得到 看得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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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就说回 我自己也看不到 那 其实说回 不是说贪止了 都可以说贪止的 9月18日 大概这个位置 那其实 最初就在8月 31日跌下来的 那其实它跌完之后 去到大概9月9日之后 它就 有点点回弹 我们叫 因为 其实跌浪会继续的 那大概16日的时候 又做到高位 那因为 其实我开股的时候 是18日 那其实我之前 都 一直都是看探 去到9月尾的 那 对 接着就出post 就说 可以在 这个位置 大概 23,100 到300 你见最低位 其实都差不多 这个水平 那就可以买回上去 可以买一些证股 或者买一些献身工具 那我稍后会说一下献身工具的策略 那 那 那我们第一个推介 就是 是 腾讯 其实腾讯 就很贴 这个 腾生指数 因为其实你看到 它和大市是 同步 因为 本身它重磅 我们经常都说 腾讯是腾子 其实你要看市 我就通常 除了看市那张图 看腾讯那张图 其实也有一些看市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捕捉一下 市的走向 其实看腾讯那张图 其实也有一些看市 那 那 你见到 和大市同步 8月31日 其实它也是有个高位 接着下了去 9月中 接着又上回来 接着又下回来 差不多W的形态出来 那 其实你会见到 它的线 其实 三条均线 其实都拍得很迫 但是 就 不会说去到 跌得很厉害 因为其实本身 它这么大的重磅股 你说 它一跌 差不多两三层 已经是很夸张 那 那 其实你见到 那个指数 其实是越跌越深的 就是反而 在9月中的时候 没有跌得那么厉害 9月底的时候 就跌得很厉害 但是你会见到 那 它就 做了一个箱底 很明显 这里 所以 我为什么会说 在5803 这些位置可以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 其实你见到 它 这里再跌一跌 做个底 然后再带回来 那 很明显 如果它再跌的时候 它都会跌回 之前的底 所以 其实你会 计算 差不多 是500元附近 其实是可以 买入的 你会见到前面 那些 成家的密集区 其实都在这些附近 有一条 这样的水平线 其实是 刚刚很爬着一条线 所以 其实你会见到 是500元附近 那就可以 有一个 买入的支持位 所以那时候 我就会 贴重是 503元 没错 503元 那就是 9月底的时候 买入 那其他那些 其实都一样 其实你在9月底的时候 因为 因为市本身 是 低位 那我预计 它本身由 8月 31日 25,700 跌下来 去到23,100 那都跌了差不多 2,600 那已经是 完成了一个跌浪 那其实你那时候 买什么股票 其实都没有所谓 但是 你说真的要 吃完整个浪油 那当然是 买回 一些 贴士那些 就是好像 腾讯 美团 那时候 阿里巴巴 小米 就是 这些ATM 其实 大家耳熟能详 因为 其实 这一年 全部都是炒科技股 为主的 就是科技板块 和一些 就是 一些强势 就是很 贴近一些 不是旧经济的股票 就是旧经济 内银 全部那些 其实都是 很差 很差 就是你看到 其实除了中间 有一段 夹了市场 来的时候 就会多了 就是会 升回一些 那些 落后的股票 其实它 整一年 它都是 落后很多 就是 比科技股 比其他一些 强势股 那 好像有些问题 停了在9月 28日回股 停了在那裡 就是去不到 那个 网页那裡 那 那怎么样 其实我都 不懂得搞 因为 因为本身 就是第一次开箱 我不知道 怎样搞 它 停了在那裡 9月28日 因为其实本身 是 在说 那个股票图表 要走出去 因为在 PowerPoint 就按不到图表 那就要走出去 那个 网页那里 那里 去 按出来 那我现在再转一次 看看大家 看不看到 新的分享 是不是这样 会好些呢 这样呢 就是每一次这样按 按出去 由你说的图表 就不好了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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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刚才再放两个 网络 OK 看到了 OK 哦 那其实 大家 我刚刚说到哪 其实 我刚刚说 就是 就是 那时候 买 当然 现在 看回 当然 是对的 因为 其实我本身做 是一些中长线的预测 就是 其实 我当初预计的转接位 那些水平 其实 都是一些 比较上中长线的预计 是的 那就会 是 符合我本身 那个 投资策略 那 其实本身 我是做开一些 比较上中长线的投资 是的 譬如一个浪 这样 去做一些转折 做一些 做一些 调整 做一些 调配 这样 那 会是好过 每天这样 day trade 因为始终 最近 本身 试过 day trade 那 都乱过夜了 那 我就想 就是 找回自己的初衷 这样 好像 初初一入去 group 的时候 这样 做回 一个 比较长线的预测 感 好过 每天这样 带着领军去 就是 整个方向会乱了很多 那 刚刚 9月中 那个 预计 其实是 因为 那个 指数 跌得深 一来 二来 本身都预计到 差不多这个水平 那 当然 9月中的时候 预计到 差不多这个水平 那当然是 可以 就是 符合我预期 那我当然会入场 那 还有当时 如果你说 买回ATMX那些股票 其实都不确定 因为 这一年 科技股真是横行的 不是说 那个水平线 就是 横行 很厉害 就是 强到 直接是 你见 破顶 全部都 所以 根本就没有可能不买那些股票 特别是 那么贴市的时候 就是 当然我研究这些指数 就是 变成 纯属一点 就是 叫做 擅长一点 那当然是 会买回大股 比较 对 那 那 当时 为什么会看到500元 这个位置 就是 因为其实你拉回一条线 现在看不到 要不要一个新的分享 如果拉回一条线 这样 这样呢 就会见到 是 500元 这个位置 之前 那些 成交密集区 也是在这些位置 那 之前我也说过 在9月中 它跌一跌下来 接着打回上去 那它 还没完 现在就跌下来 那再跌的时候 又碰回 500元 这些位置 又去到我刚刚预计的日期 那就可以打回上去 就这么简单 其实都不是很负责的 那 现在我们看回 看回 那个 PowerPoint 先 有什么 有什么 那 没带大家炒过股 我知道 其实现在还没炒过股 所以 也是推介 那些 ATMX 美团 中间有推过一些中型股 那时候Vector 就是刚刚也跟了一些 跟了小米 对 跟了小米 因为他很少自己 因为他很忙 他自己很少说 每天都看着 我们都像是一些 叫做 比较中长线 价值投资的人 不会说真的 每天都跟你捉回高低位 因为其实你 不可能 除非你是真的 没东西做 就是在家里自己抄 如果不是 根本就 如果有人这样捉 其实很相信 真的浪费时间 第三 你根本就可能 都没有那个 精神 或者有那个承论 去做到一样的东西 其实炒股 比如炒了十多年 是 因为做这一行 就是不业之后 其实接触这一行 那当然觉得自己会 会懂事 也都 一开始 年轻的时候 通常头几次 都是会买中 是 还有通常都是赢钱 是 通常赢钱那一刻 我买得一两手 就算升了50% 都是赚了三几千 然后就会想 不如下一次 推大一点 买到十手 怎料通常一推下去 那一刻就会输 是 输了很多个月的力量 所以一会 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操作 一些家住 一些住民的概念 就是一些很基本 因为其实今天也是想 要分享一些很基本 因为其实始终 都发觉 群里面有一些新手 那其实 都需要注意一些基本的概念 就是 温顾知新 那这里就会说 其实我在九月底的时候 刚刚在底了 已经开始 上网回二万四千层 那时候是讲十月中的 十月十三号 因为那是大方 所以就变成十月十四号 那也都是 怎样转走它呢 那这样按 又回到股票 那是 十月十四号 这个位置 那我在三十号的时候 预计 那时候出民 其实都刚刚开始升的 就是不久 然后就 觉得它会上二万四千七 那当然是 刚刚好 多一点 那它是二万四千八 那 又是 那时候 计算那些转折日 计算那些水平 那之后 有讲座 或者有机会 再跟大家详细去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今天 不是说 那么着重 是说市 因为都是讲一些 很基本的概念 那大家一步一步 因为好像刚刚第一页的PowerPoint 那样 就是好像一个楼梯 那样 大家走完第一步 才走第二步 就是不要说一跳就跳到第五步 那样 就是大家本身 就是起码有时间 那我又 我又 又会在那 对不对 那没有机会 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这些就 然后再之后 详细会讲 对 去到二万四千七 那会说 就是有机会 会回调 那又要按回去那里 我都要学一学 那个Zoom 怎样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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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 可以 可以 这 下一页 那时候 对 就是那些目标价都中的 就是去到 十四号 其实你看到那些科目股 是开始有些整固 就是不是说它跌了 就是开始是一些高位食股 那些 那些 差不多都是这些 贴到一些近幅高位 就是我 不是说百分百真的 没得到我订 但是 那时候 82元 这个优邦都是到的 但是 銀河就不行 那时候 銀河就唯一一只 是不动 就是 也有一些 群友是跟了 但是 它不动 我也没有订 就是 9个里面 1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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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看它跌,真的跌了,跌了差不多400-500点 跌了一跌,跌完一跌本身是想着再跌的 谁知道它又跌上来,用了两天时间 到19号的时候,我决定要反手,做好仓 那时候就推介了小米和美团 大家没记错,那时候是21元入小米和258元入美团 因为讲到14号的时候,科技股是腾讯 有些调整 接着这个美团 它就调得比较深一点,对比起腾讯 它是落了大概三天的时间 腾讯就是落了一天,接着就跌上来 对了,那这些调教授,等一下再调 对了,为什么当时会选美团选腾讯呢? 其实就,因为本身我看那个位置呢 就会觉得美团这个范围呢 就刚刚拉着一条线,它就跟这个顶 就成一条橫线,跟刚刚看腾讯差不多 就是它密集区,它成交大概这个范围呢 其实你只要它那个位置呢 就是大概在徘徊这些位置 代表它有支持 那其实有支持的时候 那变相大概这些低位 260元,258元这些位置 其实你就可以试一试 那个支持位置 它有没有再穿 那如果没有穿的话,其实你都很稳固 因为其实看它会升的 那么它就在大概10月27号 就开始上去 那其实腾讯也有上去的 但是那时候我见到它 就是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呢 我又怕它 就是本身 它之前呢 这些位置上来的时候呢 都升得很急 但是反而美团呢 它这些位置上来的时候呢 不是说它升得很急 但是因为它本身 它跟这些位置很相近的时候呢 它 就是比较信心大一点 而且它本身 在之前 它是这些环境 它都存了一堆货 但是你见其实 其实 腾讯的话呢 它本身 它都做了相抵 三抵 之前 如果你计算一下 那 之前买过的话 那又不想说太过重磅 因为那时候其实 刚刚反手 那 其实都 现在提起来 其实都ok的 就是 如果这些位置 都可以 有信心可以 买回去 就是 跟我刚刚的推论 就是用美团这样推 其实都是贴定 这些位置 其实都是相近 就是大家的 透露 或者大家的策略 都相近 所以其实都 可以一试 但是那时候没有推那么多 就是免得太过重磅 那 就去到下一版 是否重新 是否重新 下一版 就去PowPont 这里 对 接着就开始推 港交所 港交所那时候 大家都好像觉得 不会升 其实港交所是一个特点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港交所 其实就是 一个很容易看的东西 港交所 当然它没有美团 或者没有腾讯那么厉害 你会看到一些图 其实都比较上 都是向下 很多位置 就是反反不复的 就是不会像刚刚腾讯 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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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U 上来 那你会看到 其实 看回一些平均线 它一贴近 这些 10天和20天 黏在一起 它就会爆上去 这里就爆了一下 跟着 这里 又是贴近了 又是爆了一层上来 之前都有的 放大一点 这些 就是6个月 这些 低位 但是这些 低位 不用说 这些 这里也是 这样跳一跳 其实都试了差不多4次 这样看一看 就是 一准10天 黏着20天 然后它就会爆上去 所以当时大概 这些 中段的时候 我说是260元 265元有支持 就是 差不多260元 就是 当时也试过260元 有些 有些朋友 有些群裁 成员买到的 那就可以试了 其实这些位 刚刚贴近了 可以爆了2棍 哇 这2棍真是厉害 一下爆了差不多 30元 上去 差不多 那之后就试股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 不用说 很复杂一些技术分析 先试一下 跟我讲 说我先试一下 就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再试一下 哈哈哈哈,這麼快就關掉,跳來跳去就有什麼 分享畫面 大家好,Kaman和大家,剛剛快手一鍵關了 不好意思,剛剛快手一鍵關了,剛剛按一個按鈕 還是分享一下,為什麼要這樣看廣交床 其實最近有點阻滯,大家都知道 其實當初,10月中的時候,其實有一個Pan B 那時候,一個群組都分享了 那時候我覺得是,美股調整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跌了差不多2,300點的水平 其實那時候,你對比一下廣官,其實沒有跌過 就是在那個範圍裡面 你記得嗎? 是啊 其實我的記性都是不好的 那時候,改完之後 其實是28號來的 那30號真的做了一個低位 就是我跟大家說,不用擔心 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全部都是跟著我這個Pan B這樣走 星期五有一個低位,我們再牛哥 星期五真的有低位 大家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在五市之後一直跌 跌了差不多500點 那時候,大家都害怕 接著害怕的時候,我又開始有些影響 那我又忘記了這件事 我自己說過出來,但在旅行之前 那我又沒有買回 即是沒有在那裏加貨 更加壞的時候,就是在那裏走的那些貨 全部都走了 那大家又跟著走 接著 還沒有錯過了整個低位 在10月30號的時候 但其實正正是我在兩天之前 即是在夜晚28號的時候 那其實是說 其實 因為其實我本身那個轉折位 就有些 叫做 很不同的 即是本身我是高位看下去的 那其實它做不到高位 其實它在 10月15號的時候 它跌了五百多點 然後再咬上來 其實都是還行的 它一直都沒有 我預期中去到25,700 25,800這些位 最高都是去到26,000 然後又反過來 其實我那時候看 如果那時候又要下去的話 其實那時候 那些微股跌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那其實有機會 真的可以 星期四、星期五會跌下去的 那便完全顛覆了我之前的想法 那時候可以有機會 可能轉折人 本身是那時候的高位 反而是可以這樣變成一個低位回升 那其實整件事 正正現在看回頭 就是我講的Pan B 但是我真的忘記了 那時候 然後忘記了 大家都知道最近發生 就是不斷眼淡 一來本身我會覺得是 有些錯誤的觀念 不看到 美國大選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波動的 那 我都經歷過四年前美國大選 那段時間我都很記得的 即是高位一開波 就升了差不多三百幾點 去到23,18點 然後升到差不多11點 我記得 然後一跌 就跌到二萬一千九 就是差不多12點的波幅 然後未試到達到二萬二千五 所以其實 經歷過四年前那個大選結果之後 就會覺得有一個潛艷密化 就是覺得大選一定會不好 就是大家都不會提好大選 特別是特朗普和 還有拜登今年那個形勢 大家都很接近 大家的支持度都很接近 其實你看民調 其實就是特朗普差很遠的 但是你看之前 希拉里和特朗普 其實都是差不多這樣的民調 但是最後出到來的結果 就完全大家都意料不到是特朗普贏了 所以其實那時候大家看大選 其實你問10個有9個都看淡 那看淡的時候 那市場一面倒 只有中聲音的時候 很自然地夾上去 那在星期一的時候 那我也有分享過 其實就試一試做淡倉 那如果去到二萬四千四的水平 二萬四千四百點的水平 就照指洩了 其實指洩那一下呢 其實是那個很難分解線 那時候我沒有遵守那些紀律 那就變相了 之後一直覺得 既然之前也這麼順暢 那就沒有理由 就是 就是 不會是我預期中這樣的 那結果就 真的被市場打了幾百 那最後回顧其實 我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我本身 在三十號的時候 就 在低位的時候 和大家走了一些貨 那我會覺得 對不起大家 想快點追回 就是 那些 錢 可能損失了的 指洩了的 就是那些衍生工具 那就變成了一個 day trade 就是和我本身的原意 就是有些分別的 因為我本身 剛剛那個 好像在九月中 和在十月頭 十月底的時候 不是十月中的時候 都是做一些比較上 一些中長線的預計 就是不會說每天 和大家 trade 即值股票的波幅 因為我半這樣的時間 以來我 都少day trade 就是反而day trade 我會認識的 但是不會是我最強的一項 都是做一些自己擅長 比較上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次 反省了我之後 就是做回我本身 原本的初衷 就是去回 去回一些比較上是 好一點的 我看到的問題 是 做回阿瑞強 做回本身十月 九月的時候 那些預測會好一點 就是我又不想真的 每天都帶著大家 抄來抄去 一來我不是很強行 而來 大家背負的 壓力和負擔大了 因為 我也不想大家經常看著那個事情 除非大家真的不用做 即是不用上班 不用上班 就是每天對著我 看見我這樣 每天對著聊天室 在那裡跟我 因為其實有些人 真的會看到 即是可能對一些 現身工具 或者對一些 股票上的一些位置 不是很熟悉的 即會變成很盲目的 跟一個人 那我就不想這樣做 還有 慢慢我之後 即是去到十月 十月尾 開始失禮的時候 就變成我跟了大家 迎合了大家口味 即是沒有了自己 那種個人的風格 是的 那 下一版 分析一下 那既然大家都聽了這麼久 就是公股 新的分享 跟著 螢幕 不是 這裡 先關掉這些東西 分析一下 其實市場 拉回一點點 這就是六個月的圖 來的 那現在我們 11月 去到今天 11月6日 星期五收市 那就是25,700點 那其實我今天就會說 他會來到這些位置 其實他最重要是守得住我三個大的支持位置 就是今天在群組裡分享了 一個就是那個很大的分界線 25,300點 第二個就是昨天的旗子密集成交區 就是25,550點 那第三個位置就是那個即時支持位 就是我記得25,450點 那其實你三個位置加起來 都是23,000到25,000 那其實今天都 有碰過25,500點這些位置 但是碰完 一碰就回去了 所以其實今天 不會是大跌 有一點點回吐 因為其實昨天升了差不多800幾點 那正常都 半天的回吐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他今天不大跌的話 其實那個上升的趨勢是沒有變 你看到是由這個 23號的高位 這樣做一個V型的報復性反彈 就是淡倉夾到傻了 就是從這裡三十五 那其實接下來會怎樣走呢 那我不需要畫陀黑眼 因為其實這裡畫不到 我也想畫 那純粹是給一些滑鼠的指向 那會看回7月7這個位置 雙頂做一個 那預計轉置日 是的 又是說回強項轉置日 那就是在騰訊發佈業績那天 11月12日 那就差不多了 預計這個水平 在這裡做一個雙頂 因為其實你現在這個位置 計算上去都還有1000點 有一個星期上升1000點 又 這個星期其實由24000 上到25000 那今天夜期也做到26000 差不多上1800點 那夜期就做到26000點 差不多上1800點 就有完24000人上到26000 其實一個星期波幅可以很大, 平均周波幅是1200點的水平 波幅和短置日, 這些是我擅長計算水平的方法 因為波幅的記錄每天都會作低, 平時我講的數據收集就是這樣 會自己做一些市場上的統計, 市場上的數據, 自己做下去一個系統 會計算數出來, 會計算到差不多是26700的水平 當時我本身在這裏沒計算到, 在10月這裏看上反售做好倉 我看25700-25800的水平, 其實是現在這些位置, 只不過是跌了下去才上去 跌了下去再上去, 那它要計算時間和空間水平 現在它又跌不下去, 又沒有做一個聯誘, 當然繼續向上 看上面這些位置, 其實都不難猜 25700-25700-25800的這些位置, 都是8月31日, 各位拉條線過來 爬回文化來看見, 其實都剛剛好, 一條虛線, 坦白就是 其實這些位置, 其實細心點留意, 其實都不難去猜 只不過是難猜是, 是否真的這樣, 如你所期這樣走 之後會有機會和大家再分享多些更深入的技術分析 或者是一些數據上的分析 或者是一些數據上的分析 其實, 自從之前都有點大過, 大家做一些全身工具的買賣 都知道其實有些心態上, 大家都不特別 我最近都做一個很錯誤的示範, 即是一個人版 那跟大家溫顧其實我們十屆的仇贈 真的好像聖經那樣, 有些仇贈, 要遵守 那就不要太貪心, 還有保持冷靜 因為其實說真的, 股票市場不到你去貪心 或者不到你不冷靜的, 特別是, 又是一些波幅那麼大 還有一些心理質素要那麼強的一些市場 你特別是要去冷靜一點去分析一下自己每一次下注的時候 都有一些部署, 不要說麻木這樣跟人 或者麻木去看別人一些, 可以是一個參考 但是不會說真的唯一一個方法去看到, 即是市場 或者看到自己本身一些很不理性的一些跟著 因為其實不是想大家, 真的好給一個號碼 大家一齊跟一齊去買上去 最重要是大家要知道我要買這隻股票, 或者買這個號碼 那本身它, 你為什麼要這樣看, 還有怎樣去買一些自洩位 那第二點就是, 每一行買賣都要一個 只賺自洩位, 做到一個風險管理 因為其實, 剛剛沒有說到風險管理 因為其實本身, 買股票其實是一些投資級別是比較高的 的匯報來的, 平時我們, 特別是我們有牌 兩個都是持牌人士, 做到一些債券, 基金 那股票其實是最高級的風險平均 其實你買的債券, 都是只有三四里 有些高的匯報的債券, 也可以做到七八里 但是本身, 本身, 百里以上的匯報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高風險的投資 即是在證監會的立場來說 對, 接著第三點就是, 其實每一項 每一項, 其實, 都要平住 加住子人, 有利人家 那就會解釋一下這些事情 那玩長線的話, 有利潤的話 就可以吃一半留一半 對了, 那其實, 剛剛說的, 不要太貪心 因為有機會, 我們真的都試過的 即是有人有利潤呢, 可以去到100% 那可能轉過頭, 突然之間, 過了利潤呢 就是, 煙絲雲散了 那就不想大家, 真是, 太貪心了 那覺得自己, 哦 即是,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目標不同的 那, 譬如, 我就可能, 想今次贏 50%就夠了, 有些人可能100%才夠的 那, 都是看重吃飯, 大家自己, 衡量自己本身的目標, 或者風險 那, 錯貨的時候, 就要注意那個指示位 那, 溝貨只可以用半注 因為, 其實不想大家, 真是, 越溝越多 還有, 更加多的資金去溝, 更加多的貨 令到自己的那個, 背負著那個, 心理壓力更加大 特別是, 在這個股票市場裏面, 心理質素真是很強 即是, 一個不留心, 或者一個不小心 其實都很容易, 真是, 你見到這麼多人都 可能是傾家蕩產, 甚至全部是自殺 就是因為這些溝貨的原因 即是輸到差不多, 根本是輸無何輸了 是的, 接著第六點剛剛好了 就是, 不要打算挨入 因為挨入, 又是回到剛剛講的那些個案 即是, 可能輸到金融破產 無力還債, 要借錢去炒股票更加不好了 那就不會去哀嚴了, 千奇之 那第七點, 錯過了機會呢 就不要再受多, 或者去衝回入場了 因為其實本身, 機會經常都有的 因為, 我開估計這麼久呢 從九月中, 到現在, 十一月, 十一月頭 那其實, 每一天, 其實, 一至五呢 其實都有些機會可以回入場 不是說, 真是錯過了, 就麻木去追 對啦, 因為其實不知道, 根本, 市之後會怎樣走 沒有人去100%會猜到, 之後會怎樣走 沒有人去100%會猜到, 之後會怎樣走 沒有人去100%會猜到, 之後會怎樣走 大概是, 覺得自己有一個, 只賺止消位 可以去追回一些, 即是可以去好一點去做一些預算 即是不要說真是麻木這樣, 真是要追之後的稅位 對啦, 不要高追啦 那第九點呢, 就是不要跟股票談的感情 已經斬就斬啦 那有些指示位, 要是碰到的話 就要去真是做一些指示 其實不要說真是去留一些感情下去了 那就覺得, 因為譬如像匯豐那樣 由100元留到差不多30元就沒有意思 那就不要憑憑戒力啦, 對啦 就是不要做那麼多day trade, 因為只會降低性率 因為其實你本身可能性率就沒有那麼高的 那你還要做day trade, 炒來炒去的話 說話都是說啊, 手續費都輸啦 好啊, 一張短片 那現在講回國安、貢征啦 以及其權的分享 那講回就是一些投資產品的六具威脅 投資者會在做出任何部署子的時候 就要了解回那個產品的結構和特性 那無論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在家業所買賣的一些投資產品 其實它在買一些資產去掛鉤的 是可以買入或者賣出的 簡單來說有些認購證是看好的時候 而認購證是看淡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說是call或者put 其實每一隻卵證都有一個行使價 我們會稱為價外或者價內 譬如我買call的話 我看港交所388 我看他400元就叫價外 就是我們叫目標價 如果低於這個價就叫價內 其實put卵就相反 因為你是看淡 譬如我看淡388 那我看他340元 那340元就加內 不是加外 加外就是340元就是價外 那如果你本身高於現在那個行使街 就是加內 那call為例 不好意思 一隻call呢 賣入的成本就會比較貴 那當你掛傲的資產 那價值越升 那因為那個資產跟那個核實價差距越來越大 那那個升幅當然沒有鐵價那麽高 譬如你本身買一隻價內的卵 就譬如現在350元的港交所 那你當然買成本就貴一點 可能就千多元一手 那如果你買價外的卵呢 買400元的港交所的倫 那可能的收縮費就 那當他升得多的時候 那即使還未到價 那他那個升穿恆的機會會大 那理論上他都會升得多 那講一下時間值 那因為其實你時間長一點 那就會給更多時間的靜股去走 那去升或者跌到某一個位置 那時間值 那時間多了代表機會大了 那風險自然低 那時間短一點 譬如我只有一天時間 那我要買明天升或者跌的 那自然風險會大很多 那潛在那個回報 或者虧損的程度就會大更多 那也是講回這些 如果時間值它會消耗的 因為其實你就算買對方去 它還行呢 即是不跌又不升 其實你都在消耗這時間值的 所以其實買渦輪 你要考慮一下時間值的問題 那那印深波幅 就是每一天每一個小時 或者每分鐘都會變的 那特別是講一些比較上 有很大分別的 港鐵 還有如果你是比壓力 這一隻呢 每天的波幅大概是5到7% 那你講港鐵呢 其實講一兩個百分別 那街貨量就會講一下 其實有多少貨在市場上 那是比其他特资者去持有 那其實一個發行商呢 它就是產品的時候 它也有特定的數量 那街貨量越高的時候呢 就會影響到那個發行商的開架能力 所以其實我們要選一隻鵬證 或者牛鴻證的時候 就盡量避免一些街貨量比較高的產品 那其實之後一會都會講一下 怎樣去看那個街貨量高的貨量 那換股幣就很簡單 那其實在講的就是 譬如講一個例子 一個鮮詐廣執100支 那個價錢就跟沙果掛口的 買一箱回來如果10個人分呢 那每人就分10支了 那當然要給10支的價錢 那如果100個人分呢 那每人分一支 那只給一個人的價錢 那換回去 那個換股幣的理念 跟剛剛那個 那個Case的分享一樣的 就是當你如果你是 越多人分的時候呢 那變相你給的錢便便宜一點 那如果你越少人分的話 如果是10對1的話 那當然是貴過100個人分一支 那其實這樣的話 那當然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那買賣差價 那其實差不多了 都是0.001這樣 就是越低越好 就是買賣差價越低的話 變相你每一格跳動的買賣成本 就會變得比較低一點 那日價其實就不用怎麼理 因為其實你每說回 就是到期的時候 它渡輪去到那個價錢 跟你現在政府相差是多少 那如果做短線買賣的話 你是隔一集或者隔幾天 沽的話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它的價 那你可以在網上看 這個就是Modone的網址 那在行駛價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不同 那對應它的槓桿有不同的 那剛剛說的 其實它的平均是三成幾 三十幾% 那其實就是講回剛剛那個時間值 跟著賣賣差價 就是有些會不同的 有些0.01 有些0.02 那街貨量也都不同的 那成交量都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看 如果一些比較軟的紅證 或者一些軟的卵證 其實它無成交的話 其實都很難買出去 或者很難買入 不論是差不多 那跟一個行指掛口 或者是跟股票掛口 那其實那個升幅速度 就會比一些 你買股票快很多 那做到一個二小博大槓桿的效果 但是它有一點就跟不論不同 它有一個回收價的特點 就是它有一個可回收的價值 而它一碰到一個回收價 它這隻軟的回收價 它有一個產品就會大把 我們說會直接死亡 那遲有時間就會比較短 就是不會做一些兩三個月的投資 所以通常長的 都是一個禮拜或者三四天 那損失的金額 那損失的金額 只是會局限你當初的投資 那個半金 那會說回 其實牛紅證 會跟其子的變化去動 很多人都不以為是跟錢 其實不是 跟其子的 跟其子的那個價格去動 那這裏就會說一下為什麼 牛證會比紅證的人子長 因為它會排息 那因為之後 它是跟其子的 那其子排息的話就會低碎 那潛在排息的額色越多 那其子價格就會越來越低 那個低碎 就是反映不到當時的價值 那距離時間越長的牛證就會越來越低 因為去到排息的時候 它又會高 那反而紅證就越高 那就會解釋到為什麼 牛證會比紅證高的到期又會長一點 那 那 這裏都是解釋關 為什麼 就是 不想日價太高 那 就是 發行商 會在排息的高峰期之前 縮短牛證的一個列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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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 那 那 那 它就會有一個中央計算,就會回到投資者的賣物戶口 那講一下怎樣去選擇紅星,其實同樣地是一個回收價24500點 那其實成交量是多的,成交量是多的 那蒙古比率大家都是一至一萬,那街貨量呢,你會看到這裡多一點 22%,這個就是100%,那槓桿比率就是這一隻大一點 就是這個可能動的幅度就會大很多,不是大一點,不是大很多 就是會大一點,那剩餘的日子呢,就在這裡看的 這裏是1081,那這裏是1181,那這裏是1181,就是差不多 就是要坐三年的時間,也是看這些,不要特別 就是都是選一些,成交量多,接著街貨量少 跟著就是,日子就沒什麼所謂的,日子就其實 因為其實你都不是說持續這麼長的時間,那還有回收價 就是回收價和現在那個正固相差的距離 通常我們選擇紅星,就是800點到1000點的,那這些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做一些比較常日子的,那就是五六八點之內 那那個分別就是有收報和沒有收報,那剩餘就可以有收報 那剩餘就有,因為它有回收的機率,一碰到那個回收價 其實就沒有收報的了,但是你剩餘呢,其實它沒有回收價嘛 但是它有一個叫時間值和人生報復的選項,那就會影響那個價格 就會多一些了,那這裏的表就是講回其實 其實紅症沒有人生報復,沒有時間值的選項,那就變相就會 不會那個價格受這麼大的影響,但是它有那個回收的風險,但是 它有一個人生報復和時間值選項,那個價格,那個比重影響就會比較大 那期貨是什麼呢,期貨就是,我要開一個期貨的戶口,那我們要交保證金 那期貨的投資風險就會比牛紅症大的,因為其實它如果你保證金不夠呢,它就會要你報錯的 但是你牛紅症就輸了,那恆生指數呢,一張大騎或者H股呢,就說1點就50元的 就是譬如你現在賺了100點,由低位這個位賣賺了100點,那就賺了5000元的 而世企是1.10元的,那就賺了1000元的 時間值選號怎麼計算,任何新報復怎麼計算 沒有,其實都是,即是現在,今天就用這麼多時間去解釋這麼多 那之後在群組裡說,其實有條公式的,即是你其實上網都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有條公式去計算那個人生報復和時間值的 那現在就,因為都是說一些基本概念,即是大家有這個概念知道了 如果將來要買的時候,其實都是比較不同的 那之後在群組裡會分享一下計算的那條式,即是再講一下 那,再看上一半先,那期子和侯正的比較呢,就是 期子就要那個補正金,那侯正就不用的,那侯正那個 那這個入場成本是比較低一點的,大期和小期的分別 那大期的保證金會比較大一點,即是說一張大期的話 差不多10萬元的,一個補正金,小期的話就差不多3萬元的 那說一點大期的話就賺50元,那小期就賺10元 其實就是這兩個大分別,其他都是大致上一樣的 說到入場成本比較低,那侯正,那其實就 有一個股票戶口就可以賣,那跟你本身買股票一樣的 但是其實你如果買期子的話就要開一個期子戶口的 那侯正就是最大的存質都是本金的,不用補錯,是期子來補錯了 那期權的話呢,就是講著,喔,二小博大的,買入期權 就是買入營購,我們叫做Longkot,就會看好股市,就會升得很厲害的 那賣入營股,我們叫Longkot,就會看淡股市,或者看淡股票 那跟相近的產品就是一些很近界,或者是一些很末日的卵症 末日卵症就是差不多到期那些,那因為通常這些產品的爆炸性很厲害 就是譬如,好像昨天這樣,一升升800幾點,那如果你買入營購,即是Longkot 那你賺很多,但是如果昨天好像不是升800幾點,又升100點的 那你買入營購的話,可能那個方法是對的,但是時間值啊,這些都可能會是 那你買入營購的利潤,即是可能不夠你買一隻牛證,或者買一隻鱗證 即是正常的牛證,或者鱗證,來得多的利潤 因為其實它在說一個很爆炸性的升幅,那如果它不是突然之間升很多的時候呢 你買這些呢,那變相就有些得不償失的,即是很有信心 即是覺得明天會升很多或者跌很多的時候才會買這些 Longkot或者Longkot的,那Shop是什麼呢?Shop就是要以大駁小的 因為其實Shop的概念其實就有些比較信心一點的 就是譬如我在說賣出營購權證,就是Shopput 那其實他們會覺得那個股價會升的,但是升很多 就會偶皮玩一下,所以就會用Shopput這個策略呢 會比Longkot為好一點,那Shopput就會是你要 跟別人都會放下暗金,然後就會在股價向下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啊不,這裡都是在說,是不是打錯字 應該這裡是Shopput,對,Shopput,我打點營求 Shopput呢,那其實都是放下暗金,那一樣的,其實兩個都是放下暗金 股價向下的時候呢,就會洩無限的,為什麼要說洩無限呢? 本身因為其實它賺的錢都是賺黃金 但是你本身那個權利在你那裡嘛 那,因為其實它是去看升,但是它偶皮呢,你反過去呢 那變成你會無資金地洩下去的,可以 那,所以其實我們不會去做一個Shop 因為其實做Shop的人呢,可能本身的本金很大 那才會去做Shop 因為其實他們賺的錢都是賺黃金 那其實Shopput的原理是相反的 那就會看淡的市場,但是又不是跌很多 就是偶皮淡市居多的 因為其實他們兩者呢,都是賺那個當初的期券金 所以其實如果你資金是大的話呢 那就會Shop一個範圍 就是譬如我看騰訊,升不穿650元 那又跌不穿550元,就是這樣Shop那個範圍 那說一下轉賣了,現在開始 那譬如,我給我一個例子 30萬的本金,其實我們會用一個十分之一的轉賣去做區別現實工具 那股票的報告,我們就不會是10%以下 那現實工具呢,其實就是10%起跳至100% 那要用一個平住的策略,就不要一時之間 就一萬,一地住有二萬,然後可能下次有五千這樣當初 那又不要全入了,就用一個比較上可以承擔到風險的錢 那譬如說,我月入兩萬元的,那30萬是本金 那那獻身工具的註冠呢,就可能是十分之一 就是譬如我小小的賺過茶錢就兩千元 就算一下月入那個十分之一 或者你可能是本金的十分之一入30萬的,就三萬元 那我其實會分了上下半個月形式去做的 譬如頭十五天呢,我就會用一個比較大的半金 做一個比較低的回報一點點的 譬如我AIM是三成到五成,因為其實我們賣衍生工具 三成到五成可能一兩天都做到的回報 那下半個月呢,就尾十五天,那我就會用一個比較細的半金 那還有比較常是我們之前賺的利潤去做一個九十到十 一百五十個百分之一的利潤 那如果止蝕的話,就會拿十五個百分之一 那每天去重複這以上的規論 譬如我這個月贏了兩萬元,那我下一個月呢 我就會用回這個策略,那我那兩萬元就代到蘋果了 我就不會再掉下去的 那我每個月這樣計算 那我舉個例子,我怎樣去做剛剛以上的舉例 那譬如兩千元的話,那我指示來的10%是三百元 那三萬元的話,15%是四萬元 那頭十五天呢,那個回報是六百元 那六百元,那我拿了利潤再減半金 那我本金是二兩千元,那下一次再丟回去 那個市場的話,就是1400元 那又是15%做指示 那下半個月拿著這1400元呢 去做一個90%的回報 那又有1260元 那如書類推,那去到三萬元的時候 我指示是4500元 那頭十五天呢,半個月呢 就是三成的回報就是九千元 那九千元再減回那個半金呢 就是二萬一了,那下半個月呢 就拿二萬一來做一個半金 那指示呢就是15%,3150元 那如果做到九成的回報呢 就有一萬八千九元 那這樣會變相是有一點點策略 還有一些紀律去做一個半金的注碼 那變相就好過你真是 每一次都買一些不同的金額 那令到自己貼數很難計 這裏就會比較高一點 都是剛剛那些例子 那這個會 就是止洩和那個回報就高一點點 就是剛剛是15%,這裏是30萬 那現在25和50 25和150 那說到加注,加注其實就 都跟剛剛那個原理一樣的 那譬如三萬元半金 那分三轉,一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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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指示就拿了25% 那2500元 25% 那回報我們是五成的 那就是五千元 那利潤再加第二月五金 那五千元再加一萬元 就變成15000元 那我們的指示就25% 就是3750元 那回報就是我們 第二次可能會買一些比較近一點的 那就是一萬元的衛生工具 那那個 那那個 回報呢 會可能比第一柱是高一點的 那就去到100% 那就去到15000元 那這個高度 那那15000元的利潤呢 再加 第二柱本金呢 第三柱應該是打錯字 這裡是第二柱 這裡是第三柱 那15000元再加 一萬元 因為第三柱本金 都是一萬元 分了三柱 那變成25000元 那2525的商 就是6250元 那回報就更近一點了 比如這裡是1000點的 就是那一萬元 就是那個 利潤 那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 一萬元那裡 就一直都沒有抓到的 那就是這樣保持下去 那去到最後可能 基本上都有150 150% 那其實都有1萬元 那加起來呢 就去到 那個總利潤 52500元 那如果你 只是沒有這樣的策略呢 只是300元扔下去 哦 假設你真的中了 150%的回報 那都是只有45000元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 跟著這個策略呢 我確認星勢 我才可以加住 或者去到確認星勢 中段我再加 那好過你一開始 由低位買 跟著坐到那個浪尾這樣 其實可能根本就是可能 你的心態是坐不了那麼久 是 反而你這樣去分住 這樣加呢 那個策略就會好一點 是 那只賺只蝕的操作 其實都很簡單 如果個股來說 就是你定那個目標價 比如高位或者低位 以外的2%或者3%為準則 那騙生工具 那就是150點到200點 譬如我好像今天這樣的 我看過市 而風底的那個位 就是25400點 那如果我再低200點 或者85點 那我就可能會止蝕了好廠 那我就不會再太好 因為它打穿了那個 很大的分解線 就是不簡單 那就視乎那個高位或者低位 偏離你那個 自賺自賤的那個準則 幾多 那個股就是2-3% 那 現身工具就是85點到200點 那現在就開始 對了 就交回Vector 就是講回香港 丁國那個樓市的分析 是的 好 那到我了 可能今天有一點點過程 是 就是第一次做Zoom 就是沒有預計的時間 不要緊 因為我就 今天主要都是林Sir的主場 那我就 都是 儘量趕快一點 好 好 那說回香港樓市先開始 大家好 我是Vector 那第一次見面很開心 可以在這裡分享 好 那我簡單說一點點 今天不說太多 樓市呢 我們的看法都是很一致的 那其實呢 我們短線呢 都是會看跌的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 又有些社會事件 加上連續有個疫情 再加上最近一些蔡元潮 或者很多人說移民 環球經濟都差的 那所以其實短線呢 都真的有一些壓力的 在樓市方面 那特別 就是早前在東涌那裡 很多人在這裡 都會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但是當然 中長線呢 都是會升的 OK 但是我們的看法就是 未必會好像 對上幾年那樣 升得這麼急 還有這麼快 那麼多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不是說經濟很差嗎 不是說 裁員潮嗎 為什麼都會 就是這樣看法呢 就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留意最近 大圍站上過的一個新盤 黑奧裝 很誇張 其實很多人都真的 去排隊買樓 買不到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多人都有留意 是一個叫做 剛性需求其實很大 在香港 那個購買力呢 其實都是很強勁的 而且呢 新盤也都知道 其實每年新建的樓盤呢 其實數量都不是很多的 都是不太追到那個需求 那再加上呢 最重要的情況 都是因為那個低息環境 全球量判 那些資金其實都是 勇去流市的 OK 那雖然現在還有疫情 有些反覆 現在全世界都可能 又再來第三 甚至第四波 那但是通常這些情況呢 都不會持續太久的 到疫苗推出的時候 經濟重啟 其實樓市都是會回穩的 是的 但是就 我不會看是升得很快的 OK 可能每年 就是 一、兩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二 橫行這樣 嗯 夠了 好 那 這個就是 簡單一點 其實香港呢 現在都是 大家都知道了 在全世界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 這個物業的那個 樓價水平呢 其中一個 就是最高的地方 嗯 一點點數據 好 那還有呢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很多人就說 喂 會不會真的會跌的 或者會不會好像之前 就是跌得那麼深啊 負資產 現在好像 有些人都開始說負資產了 或者樓市都開始調整了 那其實呢 這裡有個 數據的 是的 那都是一個 就是政府推出的一個 就是這個數據 那其實全香港呢 現在有120萬個 住宅的單位 那其實呢 超過65% 的樓呢 其實已經供完了 那其他那些呢 可能還在供 那但是因為 那幾年呢 那個升幅呢 樓市的升幅 是很多的 可能它還在供 都不是公正很多的 可能是公正一、兩百萬 但是它曾經已經升了四、五百萬 那所以變相呢 香港人為什麼說 那個購買力這麼強勁呢 因為他們的持貨量很足夠 我都不用買 我又升了那麼多 那我又住緊 我需要什麼 劈價呢 或者我需要什麼 就是 勉強來呢 那除非它真的要移民 或者真的 它 投資失利 我買一層樓去買股票的 或者是 借錢給人的 除非是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可能病了 我要看醫生 我要做手術 按層樓 除非是這樣 否則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不太需要去買樓 和之前97年 很多負資產的情況 其實都差了很遠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都會很強勁 OK 好了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除了說 我們去買樓之外 雖然外國樓市很強勁 很多人都說 扯在那一層樓 正在住的 是的 又不會放租的 又不會去做到其他投資的 那其實 等同於 沒有用 都享受不到的 那我這裡有少少分享 只是分享一下 其實坊間 那些人是在做什麼 其實坊間現在很多人 真的 都供了樓那些人 除了說我純粹 我供完一層樓 放一些錢出來 給一些子女 去買多一層樓 一間變兩間 兩間變幾間 但是現在其實 價錢都高的 那如果我不是自住的 我純投資角度 去買一層樓 可能收租的回報 都是只有兩厘左右 很低型的 那再加上那個樓少升幅 現在都很高的 那你要再去年年都升多 就是5% 8% 這樣的升幅 其實都有一些困難 那現在坊間 其實很多人 在做什麼呢 特別 銀行 或者其他一些投資公司 他們現在會做一些動作 就是將它 供完那層樓 或者是正在供的那層樓 供正很少的 它會拿去耕耗 OK 很多人一聽到耕耗 就說 哇 好好的 這麼辛苦 用了二三十年 供滿一層樓 那我又要欠人錢 又要交換層樓 情意結上呢 是不願意的 OK 但是在投資角度上 其實 一些比較明智精明的人 是在做這件事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原來市面上 有些方法 如果有交換層樓 我直接用了它 當然不行 但是如果我去中間做一些操作的 例如剛才也有說過 可能安全一些的 買一些基金去派息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去做一些穩定回報的 如果我每年供款的額度 是的 如果是供存樓的 是每個月划 但如果我在另一邊 我只是拿一個投資的 賺錢的利息 我已經能夠遮蓋到供款 那沒問題 那我就是 左手要供 但右手要回來 這樣供 那現上呢 其實沒有什麼損失的 但是這樣做呢 有什麼好處呢 是的 那 譬如我什麼都不管它的 有它我住回層樓 那十幾年之後 就是沒有東西了 但如果我做了這個按揭 那我十一年左右的時間 通常我看一個長線 樓都是看中長線的 那我是欠銀行的 215萬的 因為有些是中間已經還了 但是 譬如我在右邊那裡 我已經呢 是有一些的投資 譬如一些債券基金 我正在買的 我當它的 價格不要升 先 不升不跌 拿回本金的8萬 另一邊呢 我又有一些 投資的戶口呢 我又可以拿回 200多萬的 那變相 我還了那個 還欠銀行的那個按揭之後呢 我還可以 1183萬的 嗯 是的 但是我每個月呢 是不是要供供呢 不用供供 因為你用一些利息液的工作 就是變相你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 住回到層樓那裡 但是如果我做了一些操作的 層樓都是你的 都是住在家裡 但是就會多了100萬 但是當然了 中間涉及一些 叫做財技 比較複雜 可能有些基金的 嘗試 有其他可能一些 儲物產品的方法 也都要和銀行去做一些貸款融資 那涉及其實有幾個 部分要去留意 但是其實呢 風起不算很高 嗯 低於炒股票 炒銅證 一定是 但是就是一個 炒牛銅證 我去買股票的 我未必會幾百萬 扔下去炒 但是如果我住在一層樓那裡 那我又不想額外 拿一堆資金出來 或者我有一塊大的錢 我又不想全部賺進去 買一些普高豐富的地方 其實可以安安全全 有一些方法 做了 就會有些錢多了 就這樣了 OK 那簡單來說 很多人都想做 就是包租工包租婆 去買樓收租 那現在就是 就算你只有一層樓 你有自住的物業 其實你都可以收藏 又不要押我的開支 這個是一個 現在香港 其實我 因為我都見到很多不同的客戶 其實很多有樓的人 我見到很多很多都是 了解這個方法 甚至乎很多在幾年前 已經開始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純粹少少分享 在香港方面 OK 那去回 今天一個都比較重要的一個項目 就是買一個英國樓 那英國樓 那為什麼會選英國呢 那本身呢 我英國讀書的 比較熟悉那裡的情況 還有呢 都選一個國家 是美國好 澳洲好 英國加拿大 哪裡好 日本哪裡好 泰國好嗎 其實都有幾個原因 首先呢 你有沒有一個實際的需要 譬如如果你真的要移民 譬如現在很多人拿著BNO 說我真的要去英國 我不理什麼情況 我不理樓市升跌 我不理他什麼週期 我不理英國會水低 樓低高不高 總之我就要移民了 或者我兒子已經下年要去讀書 我要陪他讀書 那你這個因素沒辦法的 你讀書 都是選一個地方 那譬如 有些個人的情意結 例如我在英國讀書的 我當地讀書的時候 已經很想在當地買一層樓的 這個是一個情意結 OK 或者可能有些人呢 我不理在哪裡 但是我之前買了一隊球隊的 我一定要在那個地方 去旁邊買一層樓 我不理那個地方 譬如Liverpool 很多香港都是 即去年有拿了冠軍 其實香港是很多聯合普的粉絲 但是Liverpool 雖然租金回報都比較高 但是其實它是其中一個 全英國的空置率 都是最高的城市 但是很多人不會理 總之我喜歡Liverpool 我就買在那個球場的附近 那就圓夢了 即有些人是這樣 好 如果不是這兩個原因 而是第三個原因 也是我自己 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純粹是看一個投資回報 OK 總之那層樓是會升的 租金回報是好的 什麼叫好呢 香港兩厘就低了 如果去到一個 就是有些人覺得我四五厘已經很好了 但是我自己看 沒有六厘以上 我都未必考慮的 OK 當然也會看一些匯率的因素 如果那個匯率沒有什麼好處 即未必考慮 英鎊的其實 當然會波動一些 但是對回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是十五點幾 接近十六的 那現在其實 就是平均都是十 之前九點幾 那些 其實我覺得都是很低的 很低很低的 打了一個七折幾去買樓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即我用一個投資角度去做這件事 那其實我會選擇這個地方 可能我選擇了很多的美國 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澳洲 也有些管制 即外來的投資者 是要給額外印花稅的 像香港那樣的 那澳洲就不讓你買二手樓的 只是買一手 那些日價很高的新樓 那英國呢 反而現在對海外投資者 其實拿BNO也是叫海外投資者的 拿特區護照是一樣的 但是它沒有一個額外的 即是很高的一個印花稅 接下來會加一些 但是都是2% 那到現在暫時沒有的 那為什麼近期都是 你見很多人是湧過去買的 好那 那剛剛也說了 這裡有些因素 那我重覆了 那會說了 那人口是 英國其實是一個人口 是保持穩定增長的地方 因為它移民到很多 OK 那和香港差不多 其實它那個 住宅的供應 都是長期不依求的 因為它和可能美國 或者澳洲 或者加拿大 那些不同 地方都其實沒有那麼多 它都是一個 發展得很好的 一個 即是已發展的國家 這些城市都是發展得很好的 真的要在一個市區 再找一些新的地去 再建很多樓 其實都有些困難的 而且它也不會像大陸一樣 不斷收拾你的地 它中間也有很多的 一些難民育資 即不是你每次說收地 他收地 所以它的長期供應 也是不夠的 和英國的空置率 平均來說都是不低的 都是三幾個百分之 所以其實 要真的給我買樓去投資 我租到出去的機率都高的 而且英國有一個好處 通常買樓在香港 你會 即是買樓去供樓 供樓 供樓 供樓可能供樓 供樓的錢 是比較多的 但是英國是可以選擇 我還成本本 OK 那變相如果 譬如舉個例子 在英國 我借貸的安全成本 大概是3.5 或者4厘左右 但如果我收到 可以收到 4厘以上 6-7厘 7-8厘 那其實 已經可以 我淨賺一個 叫做貨幣 就算不均勻均勻均勻 但我每買一層樓 我的租金的收入 已經是多過 我的安全成本 那變相 我買一層樓 就賺一層樓 買一個貨幣 OK 好 還有一些不低兩張數 那就是 脫樓以成績樓 那其實都 就是看脫的了 差錯了 怎麼脫下 那其實 市場都是 投資也好 股票也好 也好 其實跌得最多 或者最差的情況 都是不明朗 當一些明朗 回到的時候 其實開始 都會重複升跪 還有這裡 可以有一個 小小的 一個理論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 Fred Harrison 是誰 那他是一個 著名的英國的 經濟學家 那他自己 又研究了一套 樓市的理論 那他研究過英國 美國 就是用回 對上的 都百幾 超過百年的 數據 去放進去 那他發現了 樓市是一個週期的 大概就是一個十八年 那我簡單講 那首先 就一個 最低位的位置 他呢 會有一個 叫做復甦的時間 大概是七年 那個時間 然後呢 他會大概有一個 短的時間 可能是半年 一年左右 會有一個調整的 之後呢 他還會有一個 陳年的 大升市大牛市 那去到最頂部 那兩年呢 就是呢 就是一個 很誇張很誇張 很瘋狂的時候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兩年 過了這個時間之後呢 就會 跌得很厲害 那這裡就說 有一個四年的跌幅 的週期 一個 cycle 那我可以 看回英國的 平均的樓價指標 那在一個 譬如 就是看回 中間 08年 09年 那個時間 其實 由他 07年 開始 高位 跌回來 都是用了 兩三年 三四年的時間 去到真的 去到12年 才慢慢 重臣過升位 那我真的 看回那個 Fearry 又真的 剛剛好 08年到12年 是一個 四年的時間 就是 年度最差 那英國樓市 是12年開始 慢慢復甦 反彈的 那如果用回 剛才那個 Fearry 是復甦的層面 那應該是去到 1906年 OK 那就是一個 一個 上升的周期 去到一個 休息的時間 調整的時間 而 剛巧去到去年 突然間 又說硬脫勾 然後又有些 不同的因素 又加上開始有疫情 那就是有些調整的 那就是 去年真的 又跌了 真的又 真是又 match 到那個 周期 那但是今年 政府又 就是推了一些 比如說 Local的 英國人 其實是 就是練了他那個 首次那個 Stamp Duty 的 所以又 鼓起了一些 耐需的市場 很多人來買樓 那再加上 香港因為 有一個 就是 BNO的情況 就多了很多人 其實就 真的在 今年去買樓 樓價都升得很厲害 那會不會又是 就是 金燈那個 周期廟 一個 七年那個 就是很大的 很多經濟學家 都是在看這個 那剛巧呢 好 這個 稍後 阿林sir 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的 不要緊 好 那就 好 那去回香港這個圖表 那其實呢 雖然那個 經濟學家 是英國 美國 的數據 那其實呢 放回香港呢 不可以說 100% 是完全 完全 其實都是類似的 例如 看回 之前 最瘋狂的時候 97年 大家都知道 之後一跌 跌了 六七成的 那當時很多 部資產 那 一路跌跌跌跌跌到 2003年 做了一個底 OK 那用回2003年那個 年底 去看回 即是67年的時間 又是 那麼巧慢慢 回回 慢慢升回 但是升勢呢 沒有近這 67年那麼急 都是去回 慢慢回調 回復 回復的時間 但去到 2008 2009年 跌了少許 但是2009年的時候 你看回 英國 美國 加拿大元酷的市場 跌得很遠 跟當時 97年 香港跌得這麼遠 但香港 為什麼跌得不太遠 可能之前已經跌得太遠 還有 香港人 即是比較先了 一個週期 已經試了這個 大部分已經沒有再去 一個人買十層樓 不斷炒樓 炒 超多 是啊 人們的經濟性 會變得更多 還有 2009年金融海嘯 那一陣子 其實香港人說 很多說輸錢 很多說 很多局限於都是股票 或者樓都會跌少許 但他輸了一塊 可能都是歷六、六、七年賣回來 又未必好像當時 九、七年借了孖展 或者一層樓 我給了 5%、16%首期 就買到一層很貴的樓 譬如我住深井 旁邊朗翠園 都是一個 胡椒產的地方 很誇張 當時九、七百萬 當時九、七百萬 很誇張 所以 2008、2009年的世界 沒有去到這麼誇張 所以他又 看回想法 就像 調整了一點 之後 一個週期 不知道七年是怎樣 由2009年開始 一直升 升到100年 那裏做了一個頂 之後九年也做了一個頂 大概都是 十年左右 比起那個貨幣 再多了一些時間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 可能這裏不是歐比 香港也不只是一個 本地需求的一個地方 其實都有很多 比如 國內人 來香港買樓 很多海外投資者 租金也都可以撐起樓市 所以可能有些因素 會令到他 其他硬直一些 但是 如果用回那個週期 去看回 或者 看回那個trend 現在是一個這麼高的位置 未來 再 七年 十年 再大幅上升 的機會又大不大呢 會不會真的做一些調整 或者混合 才慢慢再上升 這個大家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但是我們這樣看 香港的週期 應該是行走 英國的週期 七年 所以現在 去投資 就是為什麼我會選英國呢 現在我覺得投資英國 就等於0910年 去投資香港 那一樣的東西 那未來那七年八年 可以享受到那個 樓市升幅的週期 其實機會是大 因為投資不是在賺錢的 所以 也不會有一個100% 做的股票 也不會有一隻 沒有風險 但是一定賺很多的工具 所以我也是提到這個值得 值得去做這個投資 那 綜合剛才說的很多的一些 例子 其實我覺得那個 機會是大的 還有值得高的 好 那 講到在英國 就是投資 那什麼地方好呢 其實倫敦 大家都認識倫敦 那又好不好呢 其實倫敦 和香港差不多 那香港都貴的 但是倫敦都不會便宜很多 那為什麼這個選阿仙龍呢 因為我是阿仙龍粉絲 不好意思 好 那 現在很多人就在日本就說 喂 那我不一定選倫敦的 我選一些第二 第三大城市 或者二三線的城市 會不會好些呢 那樣 所以現在近來呢 特別今年 很多人說 容許曼徹斯特去買樓 那為什麼是曼徹斯特呢 第一 它是一個 英國第二大經濟體系的城市 但是它不是第二大 用人口計 應該是Bermattam 算是第二大的 那 我 其實好幾年前 已經有研究這個市場了 四年前已經研究這個市場 OK 那 當時可以做到 真是六七里七百里 那現在不行了 現在四五里而已 特別是 就是最近 很多人是 根本不看價錢 是漫長的 可能真的做得三四里 但是很多人為什麼都會選擇 曼徹斯特呢 因為有曼聯 和曼城 有兩隊球隊 很喜歡 剛才說的 程義傑 所以都是會去的 那譬如有些就說 我想選一些 就是那個 回報高一些的 那有什麼城市選擇呢 那其實藍邊呢 近隆敦多一些的 其實都是會報比較低一些的 因為它的價格會高一些 那相對的租金會不會低一些 那去到中國或者是 曼徹斯特 叫北方的 西北的 那樣的 那樣的 那如果我再過少少 東邊 東北 那邊的一些 就是以前城市呢 其實呢 那個租金會不會 可以去到六字塔里的 那當然 那如果那個 要是越高的話呢 可能它那個 那本金的 那本金的升值呢 就是未必有這麼快的 嗯 但是都是看那個行量 就是我要純粹 我搏它的那個 樓升好 快升很多 我不管它 有沒有租收收收多少 的 還是說我創造一個 現金樓而已 我去買一層樓 我那個 租金已經蓋到我的空闊了 沒有一個壓力在 甚至乎呢 我買了幾間呢 是可以 就是救我 是 養活自己 嗯 自己住一層 買兩三層去收租金 我沒有自己 也可能便宜過我 在倫敦買場樓 自己住不住 是嗎 是這樣的 那這個都是看回大家那個 策略是怎樣 通常一间房的租金汇报比两房的高多少 其实很难说的,看看你什么地区,看看你哪种种类 其实论回报也不会差太远,其实差不多 而且我们有因所以想起,哪些东西是比较容易租出去 要看回你的目标的租客,你想是什么租客 例如我自己,一开始我都会想起,会不会买东西小一点 一房,甚至设计,甚至是把东西租房 可能利润会高一点,东西又小一点 但最后我有些当地的朋友跟我说 其实如果你只是一房,或者是劏房那些 你目标是什么人呢? 会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学生,或者是一些单身的人 流动性相当比较高的,而且他们通常都会走来走去 那变成你租给一些可能一年半左右,或者是一个做客 其实都是烦的,反而我想起,他们会选择两房子比较高一点 因为始终在外国,大家都想多一点空间 就算是,可能我不要租给两三房子,纯粹一对客户 例如当地读书,有个女朋友,都不想默认一间房子 就是可能他都想多一间示威房子 或者是可能有两对客户想住在一个比较快一点的单位 所以其实两房是容易租一点的,是容易一点的 而且你遇到的客户可能会稳定一点,或者多一些家庭 那这个都是一个因素来的,所以有很多因素可以看 那有机会下次可以再讨论多一点,因为今年的时间真的很好 很多人会问,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特别是香港 很喜欢在四季酒店,半老酒店,搞一些前销会 很多人会问,很漂亮,很正,有多新啊,多成啊 但通常一些前销会卖的都是楼花来的 那我其实很不建议大家去买楼花的 除非你是不太介意这个价钱,你可以长渣,不太介意收到这个钱 以及想自己住在里面,要住得漂亮一点,有会所新楼的 除非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你纯粹是买楼投资 其实是买一些有价有市的二手楼,其实性价比是大一点的 那有个表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新楼其实是有难尾风险的,还有英国是一个这么成熟的地方 那有没有难尾楼的呢?是有的 那当然有些方法是可以避免到,可以选择到一些难尾楼 那这个有机会下次,有机会有一个专题可以大家再探讨一下 那当然啦,机会不高的,但是会有这个风险 那还有呢,通常这些楼花呢,新楼都是高于一个市价的 那变成你买的时候已经贵了,可能现在通常大概都十五到二十个厘米 那虽然呢,有些盘就说,保证你第一年的租金会多 我保你六厘米,保你七厘米的,那其实这些呢,大家不要信太多 因为样无出自人身上,它说guarantee你第一年给你六个百分比 其实呢,可能它是,只不过它那个价钱呢,它提高六个百分比 它在那块钱里面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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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现在OK啦 好,那,再讲一次啦,不要紧 那,刚才讲到就是一个楼花那里 通常呢,到你真的收到楼子之后呢 假设你想拿回本金,你想卖出去的 其实都没那么简单的 因为通常楼花呢,都是宅宅为主的 一个发展商,我在市中心,收了一个地 就是,我没有理由建十栋、八栋 房子给你啦 嗯 都是建一二百个单位,二三百个单位 尽量呢,去增加它的回报,尽量发水 的,OK 所以呢,现在通常,比较多的新楼呢 都是宅宅的 那,供应只会越来越多的 相对于如果我买二手楼的 我也都未必会选择宅宅 可能我真的选择一些房子啊 选择一些,供应比较少些 它就这么多了 一个楼就在了,独立屋就在了 很难被人拆到的,整个地区 那,可能这样呢,就是会好些啦 而且当你,譬如想套现呢 单位其实是困难的 你试想一下,可能 我一个楼盘有三百个人 我当一半住,一半是放租啦 那,三百个单位 突然间有百多个人一起去放租的 其实租金回报真的不会特别高的,OK 而且呢,不幸运啦 如果几百个单位里面 刚巧有一两个单位 他有一些人是急着套现的 便宜些买出去 或者他的租金价格 他低一点,便宜些放租出去 那么那个最低的位呢 就变成一个市价了 那么一个新楼 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标准啦 那其实,所以那个 也未必好像二手楼那样有价有市的 是的,这样的 而且通常呢,新楼呢 它都,你是不会有个地权的 你不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 也是免费的 是的 那么,你每年都要给一个 就是额外一个地租 还有呢,房间通常都是管理费的 是的,比较漂亮的,有电梯的 或者是有dream room的 甚至乎有些摘袋柱 搞得好像很漂亮的 那全部都是cost OK,那反而呢 如果你买一些二手物翼的 而且是买一些house的 那其实你是有买个地权的 那将来呢,譬如我 原来我想呢,我有个后院的 我想把厅再移出去,加建行不行呢? 或者甚至乎角楼 本身是买的时候,它是一个集物房来的 但是原来呢,它的高度够高的 它可以呢 整多一间睡房的 那变上你可能一间房子 由三房变成四房的 那入址申请,或者是改建 其实成本又不是特别贵的 那或者你先计算一下 原来我那个 增值到的那个空间 就是加上的赤价 你自己计算一下 如果是多于装修费的 那你就去做 那变上可以玩的东西呢 或者它的机会呢 其实是大的 那很多人就说 喂,那为什么这么简单 那些英国人不做呢? 是啊,就是这么简单 那些英国人都不做 那有几个因素的 那第一就是,其实香港 因为楼市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香港人是太厉害而已 相对于外国人 那还有呢 外国人呢 相对上呢,他们没有什么储蓄的 他们可能很多人呢 就这么住住一层楼 他们连装修费都存不回来 那变上 就是比较喜欢消费 而且他们没有一个 很多人其实都不买楼 租楼住的 他没有一个真的要拥有一个物业的 那个程序结的 那香港不是的 我真的要结婚 真的要什么 甚至乎有些是 喂,你不买楼不准结婚 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个人有什么所谓的 都是这样的 是啊 而且他又不怕 林老母的地方住的 林老母的工作还好 政府允许你 给你地方住 是这样的 所以那边 真的 那些人是没有这么证明 或者没有这样的资金去做这件事 那如果譬如我们香港 人是 反正我一层楼 刚才我就算我 不按出来去 去买基金 或者去买一些储屋产品的 我其实按回 一块二三百万的 在英国其实很好做 可能你可以买几层楼 是可以这样的 好 那如果说到投资 物业方面 在英国 通常有什么的策略呢 有什么种类呢 好 那首先呢 是什么来的呢 很简单 我买完一层楼 就这样整间租出去 什么都不搞的 OK 那租金回报呢 会低一点的 不过就简单一点 OK 那第二 就是说 我怎么可以释放价值呢 就是 我不是只租一间 我租一个叫multi-led的 或者是一个叫HMO HMO 最近很多人说的 就是喜欢英国楼投资 或者出去上很多付费的课 其实都有讲HMO这件事情 OK 那就是将 譬如我一层楼 它有三间房子的 哦 我就可能劏开一下 变成三个套房 再加一个厕所 或者是什么 那大家会在外面分享厨房 分享厅 分享厅 这样去做的 那香港就简单来说 就是劏房 但是英国来说 叫做高级一点的劏房 而且外国人都习惯是这样的 就是喜欢跟别人去交流一下 自己睡在自己的空间 但是厨房、厕所 大家看看电视 在我不同的房间那里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都习惯了是这样的 而这样去分租去做 其实那个租金回报 是会好一点的 如果你全部租得出去 还有如果你全部时间都租了 租满了 但是当然 刚才也说过了 如果是住一些套房的 其实都是一些单身的人 或者是一些流动性比较高一点的人 可能真的会转来转去的 给你租客 或者是可能有三房 四房在这里 你同一时间 真的四间房租出去的 但是那个基率呢 其实又未必那么大 可能你有七成多的时间 都是三间房租出去 幸好一点有少少时间 是四间房 但是有时可能是两间房 你这样计算一下 这条数据呢 其实又未必是 租金回报那么稳定的 OK 但是当然了 出去给钱上堂那些 很多都说 一定租得出去 怎样怎样 回报很高 十几厘 这样 租了就是了 那 或者装修方面 没有延期 没有东西就是了 但是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就是 会做到的 但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有些技巧在里面的 好 第三就是flip flip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aim for放租的 我纯粹呢 买一个 就是可能旧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 或者低水的楼 去装修 去化妆 然后呢 我买出去的了 就是好像以前香港也有的 就是装修楼而已 装修化妆园 然后买出去 那么可能呢 我aim呢 这个project呢 半年或者一年 我做完就算了 一年做一两宗这些project 我的目标是 可能20% 30% 断project based去计 那这些是一些方法 那conversion 刚才也说了 可能就是 比如 刚才加件 改件 甚至乎呢 现在我觉得呢 有一个方法呢 都是分租的 但是会比hmo 会我觉得 有效一些 和有效一些 的 hmo呢 是要拿 license 要拿牌照的 如果不是不可以做的 包括包水电煤 等等 那 也很烦的 租给三四个 四五个 独立的个体 反而如果一间屋 它有两三层 高的 其实呢 如果做一个conversion 我将它分细 分开做两个 studio 或者两个一房 因为它一层的屋 通常都有 四五百尺 实用面积的 等于香港有两房的了 那我用一个两房 四五百尺的面积 例如我做一个一房 或者做一个studio 其实是很好住的 很舒服的 那我装修到 很英俊的 不用跟别人去share 厨房厕所 我有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单位 我一层house 我自己分开做两个单位 去租 其实这样的租金回报 可能更高 而且呢 那个麻烦的程度呢 应该就没有我租给 HMO那么麻烦 可能我租给 两个family 就可以了 到最后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发展 发展商 其实香港 大部分 可能有两房 三房 一层楼 单位的人 其实可能在英国 已经可以做到一个 小型的开发商了 可能你可以整栋 楼买回来 去翻身重建 或者是有些是买一些 叫做商业的项目的 可能是一些office 或者是一些 听过一些教堂 我买来 改变一个土地用途 跟着呢 变成住宅 跟着可能我整个 我装修到 可能有十几十个 studio的单位 又或者是 我再劏开一房 再租出去 或者我拆手的 都有的 是有这些不同的玩法 当然了 如果初学者 初学的投资者 做第一 总会简单些 慢慢累积经验 步一步 但是其他那些 可以先学了 先了解 到自己的资金 或者是能力 是OK的时候 就可以做其他东西 好 这里就是一个 小小的例子 是真实例子 所以我也画了一些街名 地点 那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 也是在英国 也有卖楼 我身边也有很多 朋友 客户 都知道我有这样的背景 以及认识这种东西 我在英国也有一些 就是拍拖 是留在英国 都知道了十几年 是在帮我做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例子 之前是有过这样的 盘 他们都看完 做了一些規模 让我看看 是否真的 合适去做一些投资 简单来说 左上角的 就是一个 九万磅 就是现在对了十万 就是九十万左右 其实已经可以买到一间 它的契纸 写了就是两房 两个厕所 一个厨房 以及有些厨房 有些厨房 有个背景 有些角楼 其实你看到 加上一百二十多个平方米 就是千多尺 说的是两房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 四五百尺那些是做Studio 不是香港的百多尺 农场本Studio 是有些分别的 但是一个千多尺的地方 如果我不选择 伦敦的 我不选择一些 Manchester 可能最热门 最中心的一些房间 其实你选择一些 就是不是太差 就是北方一些 或者是都近一些市区 开车可能二十多三十分钟 其实都不太远 就是好像在尖沙咀 开车去沙田大埔 然后是一个很少的 原来仍然差很远 仍然差很远 仍然是一千多尺 那个可索性很大的 在右下角 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个楼段 其实都是很方正的 那为什么刚才我说 可以做一些叫做 分契的动作 就是因为都是要找 一些适合的房间 可以做这样的 你見到其實右下角的圖 Floor Plan 其實 Ground Floor 和 First Floor 其實都是 Size 是一樣的 很類似的 變相是很適合做兩個Studio的 一房的 而第三個就是一個角偶 當然了,如果就這樣做一個Studio就不夠了 所以如果這個玩法 可能就是在地上做一個Studio 那麼一樓和角樓是可以做一個 角樓就改裝做一個 獨立的Muster Bedroom 一個套房 那麼一樓就做一個廳 和Open Kitchen 和廁所那些 其實都很寬落的 上面那一層還可以收貴的租 那麼你這樣計算一條數 可能比你整間租出去的 或者甚至乎你要劏開做 可能三、四間套房仔 但是可能租出去都是租二百多磅 一間房仔 那不如我分兩個Studio 那麼你右上角 看看一些數字 我們預測的 都不浮誇的 都是一些很保守 即是都很大機會 會收到那個租的一些數字 那看看那個回報 其實都可以做到超過十個百分比的 我什麼都不管他 就這樣買完放租 其實都是六個百分比的 所以剛才為什麼說是六至八個百分比的 看看是什麼地方 當然那個回報 是已經算了裝修費的 假設已經用了三萬英鎊 即是大概三十萬左右 去做這些簡單的一些改件 已經計算下去了 這樣也有十個八個百分比的 OK 那麼假設現在 譬如很多人 原來勇過英國買樓 大家爭 樓價我爭貴多 20% 要整十幾萬 鬆一點 11萬 才能買到的話 都不要緊 這條數其實都有 九厘 七至九厘 都不爭很遠 而且這個 這個數字 我們是還沒計算做交易的 即當你心心買完 就已經有這個數字了 如果你是做了一個 按揭的話 有一個槓桿在這裡 其實那個雷數是可以再高一點的 所以其實 投資有很多的方法 那 即是有些人是買幾家 有些人就買多一層香港樓 有些人就買保險 有些人就在外國買樓 那爲什麽有些人會做這些事呢 當然 有利可圖才做 那當然 所有的投資 都有風險的 有利有弊的 那大家衡量那些風險 譬如有些人擔心 如果你想選擇買牛 怕選不合適合樓 又怕做不到按揭 或者是怕買錯的地方 又怕買不出來 其實有很多很多這些想法 不要緊的 那其實最重要 要想回 初衷 你什麼 為什麼要買這層樓 你先拿來做什麼 你真的 喜歡球袋 買個附近 还是你真的有自主需要 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区 但是会不会很差的 还是你纯粹是拿来做投资 我看过要的 而投资你是想资本增值 你坐着资金坐它三五年 十年八年的 还是我不太理计 它的资本增值升得快不快 但是我还在乎 钱费我需不需要每个月 拿自己的钱出来 去供那层楼 还是原来有人帮我供了层楼之余 做个钱费的 很多不同的投资策略 就影响到你会选择什么 投资工具 工具没有说是好不好 工具是中性的 是看你用的人是怎么用的 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的 投资理财的策划 都很明白这个道理 都很见到很多客户 其实很多就说 你的腰多高啊 你投资的东西 你帮我赚多少啊 你这些东西 其实说了也没有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 我会提醒 就是刚才林sir也说的 最重要是自己是怎么想的 以及我们的工作也是提醒风险的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 中间有什么要注意 而原来直播率是高不高 有没有一些 其他的 可选择的 不一定只是买这样的 其实呢 这个世界永远都出现 不同类型的 投资工具和产品 所以最好就是 定期去讨论 以及多些真的去留意一下 开放自己的眼界 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 不是只有股票 不是只有黄泉 不是只有全入去买楼 不是只有摆在银行 或者抽类型 不单止是这些的 有很多的 所以可能今天也会 多谢林sir 给一些时间 去讲一些其他东西的看法 可能也想带出这个讯息 就是大家去投资 不是单一的 最重要是 去搞自己的状况 去做好自己的风险管理 以及去做好自己的股票 这样会比较重要 谢谢 前几天晚上也是万大广告 未来是 邀投 我们的合作平台 一起开个月天室 收信 那 里面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其实我会有时 会讲一下 一些投资心得 一些中长线的窄固策 以及有些心态 这些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些操作方法 因为我本身是 做一些数据手段的 那就会讲多一些 我本身的一些数据 的一些资料 那这些都是 就是 秒头小篇CAP那些图 那 没什么特别的 因为当时 我都觉得 是本分来的 就是自己做一些预计 亦都是 那时候 挺顺手的 那时候 在感染同事 中的 那 大家 如果真的 有朋友去投资股票 那 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因为 反正现在 未开始 收费 那 再过一段时间 再过一段时间 那 到时 可能 我预计 可能是2月 租了 这些时间 可能再收费 那 那个费用 其实都是 一个月 四百 三十元 到 四百 八十八 即 大概都是四百 到 五百 左右 五百 就是有一年 你也可以选择 一个月 试一试 那就是 五百 五十八 其实都没有特别 那 投五十个 报名 或者是 付费半年 或者一年的 用户 那 就会送回半年 一旅一的 投资作合警示 比如那些股票 可能有些基金 債券 想过去做一些分析 因爲 其实 我都会做过一些基金 债券 的投资 主席 都可以 runs 和 录大的 又 一会 trip 甚至 可能 你今至少上 很痛 那么 我们可能 跟Victor 一次 這樣做一個review 每一個月會跟你見一次 這樣去整合平時你買的一些股票的拆貸件 這些股票可能有什麼注意的位置 可以大家去交流一下 我覺得這樣大家會比聽這個講座 學完一些東西或者收到一些資訊 可能是小飯 我這樣想做一個比較是follow up 比較多一點大家可以有一個連結 或者有一個長遠一點的教 就是由大學教的 只不過是多一些機會去遭遇一下這個時候 就是慢慢大家接觸多了的時候就會 學會慢慢自己可以都有一個方法 或者自己一個策略去做一個投資 就是不一定說要靠人 就是這麼多 今天就是這麼多 都是講回那半年 其實都是講一下怎樣去收集數據 整理一下投資錯誤是最重要的 教你怎麼看 好像剛剛這樣 其實你一分鐘都已經知道股票是厲害還是厲害 然後有一些很基本的技術分析 以及一些投資的操作的分享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之前的訊號有些問題 其實都有幾條問題都看不回 所以其實現在有些什麼問題都可以現在留言 就是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 有一個朋友問 如果開一間公司 用公司名義賣和放租 是不是可以避到稅 簡單說 我們就 不可以說避的 但是其實有些方法是可以少一點的 是有的 這個是有的 還有我自己也是開公司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單單想買一間半間的 因為在英國你越買得多樓 其實那個Stamp Duty 越重 它不鼓勵你買很多 那譬如我打算是買十間二間的 如果你真的打算是買三間或者以上的話 我建議是真的開公司的 開一間有限公司 去持有些物業 其實是第一 會省到很多的Stamp Duty 第二就是說 那些稅項那裡 其實當然要找會計師 要會計幫你去處理一下 其實是 都是差很遠的 是可以做到的 這個是是的 這方面我會跟他們聊一下 是 建議大學城附近買的樓嗎 那裡 你建議買大學城附近的樓嗎 那裡 我先都說了 你是買樓收租的策略 你是給什麼人 那如果你買大學城附近的樓 那當然你的目標 可能都是租給一些學生為主 那首先 學生的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 好處就是他在讀書 一定是會有一個 就是需要在那裡 因為通常在英國 那個學生的宿舍 通常都是不夠的 當時譬如我去讀書的時候 都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那因為我是外國 還有就是 我早點去報名 所以才有一些比較好的宿舍 那但是很多地方的人 基本上是 他租不到宿舍 因為真的不夠的 而英國是的 大部分的城市 都是不夠學生宿舍 給人租的 那一定是在附近租的了 那你就可能 附近那些 你就目標這些人 但是有好有不好 那暑假那幾個月 你就未必收到租的 要在那裡 那可能你要提高那個 租金 就是其他九個月份去收回 還有你租給一些學生 那大家都年輕過的 就是大學的時候 會喝醉 會經常玩 那可能屋子的保養 那方面 可能 就是長遠來說 要浪費工夫去 去創手 對 還有就是 那些客源呢 其實你 就只是 打擊了一些學生 是的 但是 譬如我自己 我未必真的會 只是選擇在大學附近 我真的會想 那個地方 我只是租給一個 學生 還是我想起 原來有 一些地區的人會租的 或者一些家庭會租的 就是我會想多一些因素 那當然 你可以制定自己的 投資組合的 不是一間是目標的學生 一間是目標的 一間目標的 其實都可以的 那 而學生都沒有說的 那因為 市況好不好也好 都有人讀書的 反而市況不好 那些人不做事去讀書 那所以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特別是英國 都是一個 大家都很喜歡去讀書的地方 都可以的 是的 但是 還有一個項目也很重要的 你要留意那間大學 是什麼排名 是不是一些著名的大學 那你真的 如果想買在大學城附近 你真的要選一個 城市 或者選一間大學附近 那個大學是出名的 嗯 但是當然了 你想到的 其實大家都想到的 你也知道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一些著名大學 附近的樓 通常都已經很貴的了 或者未必有一個盤 嗯 因為很多大學附近 未必是市中心的 那變相 他也未必是很近很多的住宅 那變相 你真的想在這個大學 城附近的住宅 未必供應這麼多 就是很多大學 都可能住在一角 有一個地方 和市中心可能都有 就是你走也要15分鐘 有些是半個小時 我是一個學生 我以前的 走遠一點也不想 讀書 也不會無緣無故乘搭地鐵的 都會浪費錢 讀書的時候 所以都是選一些很快的 這些都是一些項目 大家要去考慮 可不可以從底 由漢堡雲泥街 很多人都聽不到 可以 因為其實他在YouTube上 好像放了 是嗎 是嗎 是 還有 他在Facebook也有直播 你可以看到Facebook的直播 是 另外請教 香港樓市預計下 你會調整嗎 會調整多少 我覺得現在其實都正在調整 這個趨勢是一直會到明年的 剛才也有說過一點 可能直到真的有疫苗推出 經濟重啟 經濟環球的活動開始復甦的時候 而且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香港除了很多人是因為都買了房子 其實他的持貨能力很高的 那未必需要去劈價買房子 那最近就是因為很多不同的因素 疫情 經濟狀況 市場又不太快 那是會跌的 加上財源潮 是會跌一段時間的 但是也不會無憂止跌下去 也都不會看跌得很多 很多人說會不會跌十幾二十個百分之 三十個百分之 我覺得就未必會的 因為你看到 就算最近東涌那裡劈價 現在在劈10個百分之 你看到劈多一點 都會有很多的承接力 很多用家 很多投資者都在用它 突然間我身邊已經有很多朋友 就說東涌那裡很棒 他便宜10個百分之 我馬上去購買 已經是有這些購買力的 所以我覺得就不會跌得太多 還有就有個因素 香港其實這個因素 其實很少人說的 就是一些租客 租客不是說香港人的租客 是說一些外來在香港租樓的人 那這些是什麼人呢 其實近這十年 很少人會說的 其實有很多人就是一些國內的留學生 因為有一個政策就是什麼 他可能來香港 隨便讀一年的教育 他就可以拿一個簽證 留在香港 留起碼一年以上 而大部分讀完教育的留學生 他都會選擇 怎樣都留一兩年看看 之後找到工作做 又可以留多兩年 我當作每年其實都有很多這班人 就是開頭可能少些 03年開始開放 開頭的批可能每年一兩千個 兩三千個 接著去到一年可能有幾千個 甚至一萬個 而這個數量呢 是每年累積這樣加上去 那你想想 03年開放了這件事 到現在幾年 都十幾年了 當然有些是回去了 有些會留下 但是每年留下 一萬幾千個這些人 而這班人呢 首先他們都是很多 MASTER畢業的 高學歷的 賺錢能力是高的 香港賺的工作 還有香港已經有越來越多 中資的公司 特別是一些 中資的銀行 金融企業 券商 或者一些 中資的交易公司 或者很多做保險 保險 或者做基金的 都是很多的 他們賺錢能力是高的 他們是租得起樓的 還有呢 就算他們租不起 找不到他們租 他們的家裡也有錢給他們 一個獨身子 來到香港 你要住 一萬多元就給你 其實很多人忽略了 原來有一班這些 很有能力租樓的人 但是他們不會買住 他們剛剛來了一兩年 我怎會買樓住 很多是租 那就是這一班人 其實加起來都可能 十幾萬 十萬八萬 不止的可能 那還有很多 其實他留下香港七年之後 他變成了新香港人 很多數據 不知道 以為是 全部都是本土的香港人 其實不是的 可能很多是 拿出電子 新香港人 那這班人 他很辛苦 在香港留七年了 有個新品 那他很想是賣層樓去 我真的有一個家 他們買樓的能力很強 第一 剛才說 他們本身的能力很高 第二 就是他們就算不夠錢 他們大陸的富港 都很多 隨時拿錢給他們買 都沒有問題 那其實這一班人 不太多 就是每年 十萬人裡面 我有十個百分之一萬人 甚至五個百分之五千人 我想去買一層新樓 但是剛才也說了 香港的供應是少的 每年新款的供應 都是只有一萬幾千個 我不算我本身 香港人買 我只是這班人去買 都幫你消耗了幾千個 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如果 譬如現在的社會 比較安定一些 疫情過去之後 其實可能比較多的這些留學生 或者是一些 就是內地來香港工作的 一些人士 其實都是會租樓 或者是賣樓 到時其實樓價 為什麼剛才都會看 說會升回呢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很多人會忽略的原因 但是這一兩年就是 就是去年社會事件 疫情 其實我身邊又知道 有很多很多 這批人全部都退租 回大陸了 沒有留在香港 所以為什麼最近 缺乏了這些租金的成接 市場也是會跌的 這是其中之一 舊樓湯去租 那這招還有沒有水龍呢 本金30萬左右 美國樓 差不多 有沒有六里呢 OK 如果是美國樓 都是用這招去劏房 去做 有沒有六里呢 其實老實說 就算你在美國 你不劏 都可能有六里的 是的 都有的 是的 那我 因為為什麼我知道呢 我有個親戚 他二十多年前 就是表弟來的 加上我E 那些 他是已經二十多年前 移民了去美國 他們正在玩這個遊戲 那 但是呢 美國有一個 就是 為什麼我沒有選擇 首先 你看回那個 供應 其實美國 供應是比較多的 是的 還有呢 我會看 就是那個 政治氣候 還有那個地方 是怎樣 那本來我自己 我喜歡英國 比美國 安全一點 就是 那些人 英國都不會 每個人都拿著槍 還有 就是我自己英國讀書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是的 但是美國樓 其實都是 還有水位的 是可以做到六里的 是的 但是當然 都是有操作 都是麻煩的 是的 都是麻煩的 那本金三十萬 我猜是 美金 是不是 是可以做到的 是的 嗯 好了 還有一條 那會不會說 通常大學成的租金匯倍率 會比較高呢 大學成的租金匯倍率 會不會比較高呢 其實呢 未必這樣看的 因為 就是剛才也說 看看租金匯倍率 最重要是 租到 給一些 他有錢給租的人 那 學生通常都不是 這一個 群組來的 OK 那 還有 都好看是 什麼大學 還有 地點的 還有什麼城市的 所以很難 一概而論 我選大學成 租金匯倍率會比較高 其實有些可能我選 市中心 可能會比較高 甚至乎 有些因為 市中心的樓價太高了 反而我選 遠一點點 但是又不是太遠的 但是一些可能是 本地人才比較熟的地方 可能他也很方便的 那些人也會 在傳統的住冊區也會住的 那些 這些特別的地方 可能比市中心更好 或者是 比大學成更好 因為 大學成也好 市中心也好 特別我們這些 叫做海外投資者 其實不太熟地 都是看著地鐵站 看著市中心的圖 看著大學附近那些去買 變相 你遇到一些人 會跟你搶樓 會抬高了價格 的機會 是大了的 其實也是計算一條數 你買的價格 貴了 你放租也不可能 你提高很多租金 其實租金 都是大家差不多 那變相 你買的價格貴了 你租金匯報就低了 所以這個因素 會影響到你 那個租金匯報是否高的 最近很多人現在 就是盲腸 在那邊搶樓 我發覺其實大學成附近 或者市中心 其實租金匯報反而是低了 最近這大半年的情況 好 好啦 那大家今天 的問題差不多 其實有些什麼股票問題 都留在那裡 之前我們 信號和網 那些問題都看不到 那下次有機會 再跟大家 談過 因為今天都 奪樓了很多 是啊 不好意思 8點到9點 其實都差不多10點半 多謝大家支持 真的留到今後 對 那下次有機會 對 一定會有機會 因為兩個都是一個 很大的題目 來的 可能要分開講 會好些 對 因為第一次做 其實都大家 都沒有遇過時間 就是 下次 就是第二次的時候 會再有機會 做大家的問題 OK Thank you 大家 拜拜